收获 嗯 收获大吗 嗯 觉得收获还挺大的吧 就是 像两部戏天气之白车传说 还有夏米晨日金融霜的播出 好像让大家看到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也让更多的朋友喜欢我了 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嗯 其实我2019年没有很大的愿望吧 就是希望我的新戏 密之顿鱿鱼 还有我的莫格丽男孩 还有一部电影叫《沉默的证人》 我的名字都好长啊 天啊 这些播出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不同的我 就是希望还是用作品能够更多的证明自己 嗯 那不是又是一个收获节吗 嗯 但是其实人也不能这么贪心吧 也不可能每一年都会收获很多东西 但是每一年你一定会在成长 然后收获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 那你每一年的付出呀 对对对 那没有付出怎么可能有收获 所以我觉得 付出的同时能得到收获 这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 那今年哪一个生活最让你开心呢 就是我没有想到香蜜的播出 会让大家这么喜欢吧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 演技好吧 因为颜值高 颜值高 基本上所有的女演员都颜值非常高啊 你很难说有不好看的 在娱乐圈没有不好看的女孩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那如果演技好呢 因为因为我是名演员嘛 然后我从事的职业是演戏 那如果我的职业受到了肯定 我喜欢的东西受到肯定 我就还蛮开心的 还是实力微光 对 因为那东西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被大家肯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好很多啊 现在有很多剧本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些调整 然后喜欢的就可以去拍 那不喜欢的可以先选择休息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会比以前好很多 对 就是挑选的权利可能会 或者说选剧本的这种样式 多样式会比以前多了很多 我富胖很久了 我就香蜜的时候受过 然后拍完香蜜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香蜜我演一个小仙女嘛 我必须要瘦很多 这样人家才能相信你是那个人物 那拍完戏的我 我觉得我不再是那个角色了 我可能是我 就是我养子了 对 然后我一直觉得胖瘦这件事情 我在意的点 我以前觉得我现在减肥的点 是因为大众所需要我的荧幕的形象 是瘦的样子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这样很好 哪怕我胖到130斤内也是我 我觉得 因为每一个女生不可能都是瘦的呀 那胖胖的女生也很可爱啊 也很有自信啊 难道胖的女生就要每天哭泣 或者说她不自信吗 我觉得不是 老天在给予你一个面貌的时候 就是告诉你你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没办法 我是演员 我就是我需要在荧幕里可能 如果你胖一点 观众会觉得 哎怎么油油油腻的感觉 大家会有这种感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说 哦那我为了这个角色 为了大家的事关感官会好一点 我会去努力减肥 但是我觉得我生活中 健康就好 所以对于那个热搜 我觉得挺搞笑的 就觉得还挺可爱的 也不会 然后工人员说 因此你会不会想到减肥 我说不会啊 我说反正下个戏的剧本还没拿到呢 我说我现在这样子就还挺好 那下个戏 在戏要减肥的时候再减肥 会我都是在拍戏的时候减肥 就比如拿这个剧本了 我可能开机前我开始就减了 因为你要达到一个上镜 是一个好的状态 但可能杀青了 我现在没有细拍 或者我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放纵一下自己这种 要不然太苦了